吃饭了 唐叶的性格当中 还残留着小女生的俏皮 一家人想用午餐的时间 她也不忘借然然的口 调侃起了自己的老公 小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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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爸爸又得返回工地上班 唐叶只好一个人 带着然然在家里打发时间 你叫妈妈 你叫妈妈 爸爸 爸爸 你叫奶奶 奶奶 爷爷 叫爷爷 爷爷 好好叫 叫爷爷 你不叫 我不让你出来 你叫爷爷 爷爷 好 爷爷 大大 叫大大 大大 那你告诉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在嘴上手 虽然只是只字片语 也在努力地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 从一个简单的音节到模糊的语句 冉冉冉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赠予父母最甜蜜的礼物 蓬佩林夫妻 蓬佩林夫妻俩正享用着冉冉送给他们的珍贵质宝 而深圳的一对小夫妻却为自家双胞胎兄弟俩拒绝说话而伤透了脑筋 深圳的一对双胞胎兄弟是早产儿 为了给这兄弟俩打好营养基础 平日里奶奶和父母都是好吃好喝伺候着 可唯独在语言发育这一块 几位家长都有些犯难 宝贝现在会叫爸爸了吗 有的时候会叫 但是无意识地叫 妈妈呢会叫妈妈 叫妈妈呢好像比叫爸爸的多 这两天你感觉叫得可亲可真呀 对 叫得可亲 妈妈 有的时候让他叫他就会叫 有的时候让他叫他叫 有的时候玩的时候还会自己叫 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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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女儿往外回来是不是 啊 啊 好像要叫你 妈妈妈妈你回来了 啊 两个人怕不过 啊 妈妈 妈妈 爸爸妈妈说得开心 两个小宝贝却完全不给一点面子 现在这时候完全是不理你了 有玩意吗 我可以打人 有没有很期待宝宝到时候叫出爸爸的时候 那我肯定很期待他叫我爸 我听别的宝宝叫他说 不是 不叫 跳不叫现在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 他就算他不叫你他会用动作 他会用他的行动来调达呀 对不对 你看他每天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一天 然后儿子对你说爸爸你看你怎么样的 你看你感觉怎么样的 叫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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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看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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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给你 交给你 我交给你 交给你 你叫妈妈 妈 妈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你说让他教你妈 还是就教你妈 快点 你快叫啊 我不在了 你快叫 哪天都要跟他 快点 妈 妈妈 快点 头 好疼 知道吗 知道 爸爸 去 去 爸爸呢 去 爸爸 你许说的设计寅宝 这么爱你 都不嫌疼 你都说话呀 聊天好不好 看到两个小家伙不愿意开口说话 夫妻俩一商量 决定带兄弟俩换一个环境尝试一下 我打算带他们去游泳 好吧 今年天气热了 小娃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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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怕 你还想娃娃小娃娃 小娃娃 游泳馆的计划看样子是泡汤了 惠庆博想到另外一种方法 小娃娃 我没想要 表情 要有赢 对 小娃娃 大伙子 小娃娃 假如那小子 我有点心 她还能舀 她也要 赢得 她也要 嫌疑 什么 她이신鸟 小猫 看下面是什么 后面有个小房子 大树 是不是大树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大树 这里 那是花 花 漂亮 花 雨 小雨 小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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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 很漂亮的鱼 能够听到孩子的呼唤 是所有父母心底最殷切的希望 虽然过程会有崎岖 但是他们会用满满的爱意 为其护航 当孩子会说话 我们会引起父母的重视 孩子说话晚 那么我们就问一问 我们的家族里 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要是家族中有 还是直系亲属 我们可以提前去找专业人员 去进行干预 除了语言的问题 那他其他的行为发育 比如说大运动 精细运动 还有他认知能力 还有他与人的交往能力 如果没有问题 你尽可放心 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孩子不开口说话 那么孩子是否能够理解你说话 这是学习了 就是 孙兰